看看 你这怎么 这怎么流血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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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你可千万别是小产哪 走 我带你去看一看 不会的阿姨 没事 怎么还是去的 那位阿姨 真没事 不用去医院那么兴师重重的 都出血了 还能说没事吗 不是 阿姨 大嫂 苏靳当时就是属于我的疏忽大医 才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别替我多后悔了 咱们不能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赶紧跟我去医院 医生看完之后就放心了 肚子疼 阿姨 我肚子疼 不行 阿姨 我得赶紧上去 你别跑 别跑 当心大出血啊 天哪 这 慧名 你赶紧回家吧 出大事了 你回来妈再跟你说 你看 苏靳她大嫂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赶紧出来 我们带你去医院啊 不用去了 不用去了 你别碰我快点 我碰你怎么检查呀 我不用检查 你这人怎么那么怪吧 你别碰我 你听听 大夫啊 检查完了 她情况怎么样啊 她这两天是不是情绪不稳定 容易焦躁啊 她倒是天天这样 她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流血 她没怀孕 是来立假的 谁说的 我怀孕了 你别瞎说 不是 我是医生还能看错吗 阿姨 我真怀孕 我真怀孕了 阿姨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啊 你还怎么解释啊 你这是存心骗我们 你到底为什么 何明咱们走 阿姨别 你现在就给苏静打电话 喊你爸 看苏静他哥 叫他们回家等着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阿姨你别走啊 妹夫 我 我 你电话里很神奇啊 是啊 回来了 行行行行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的气成那样 苏静他大哥他大嫂 我给你们两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你们房子收拾干净 走 看在苏静的份上 你们要想留在北京 我按原来答应过你们的 前三个月的房租 我帮你们付一半 你们要是回老家 我现在就给你们买车票 您别哄我们走啊 阿姨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有事好商量啊 马上就走 不走的话 我打电话报警 妈 您别激动啊 我给您倒杯水喝 妈 苏静你可算回来了 你得给我做主啊 怎么了 你婆婆要把我哄出去 妈 妈 妈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嫂子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就是 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你们大伙都在 那我就把话说清楚 她 根本就没怀孕 妈 我跟贺明陪她去医院做检查 这是诊断书 你们自己看吧 赵家 你真的没怀孕吗 对 我就是没怀孕 我就是骗你们呢 这有多点的事啊 你至于和我们走啊 是因为你怀孕 我才让他们留下来 我才前后认认真真地 这么伺候你们 就是因为当初苏静 出了那个事情 我心里害怕 你可倒好 从头到尾都骗我们 你们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两个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我今天就到得要看看 你怎么你让我们走 你们走 你们不走是吧 打电话 报警 你们 你今天没记得我 我跟他们说 没什么好说的 不走是吧 哪里 别打电 哪里 你报警就报 警察来了 我也跟警察说 我救出在我妹妹那儿呢 这警察还能拿枪把我给出去啊 跟我这耍无赖是吧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房子 这房产证上啊 没有苏静的名字 你们更没有资格 罢手的房子不送 给你们一分钟 如果你们不决定搬的话 我就是打电话报警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苏静 你真就这么看着呀 你快点说呀 妈 别听大什么电话 还叫警察 这都自家人 这都是笑话嘛 我告诉你 紫紫 我这个房子 对你可以说是人之意尽了 你看看那墙上婚前约定 这房子没你的产权 他们两个都赖在这儿 也不不愿 这件事情 我坚决不能掏险 我坚决不能掏险 十 九 八 七 阿姨 我们吧 你疯了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你行啊 妈 连怀孕都是假的 你还要这么两边留下来 你给我走 三点就走 后走 信不信我妈一声 说出来 我让你跟妹妹知道 她见了一身吧 你后手霸道什么呀 老婆 走 走 走 你给我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嫂子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你让嫂子说 你知道你大哥这条腿 是因为什么瘸的吗 赵佳 是他们先对不起咱们的 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 你大哥这条腿瘸 都是因为你害的 别 别听他 小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救你 才被车把腿给撞瘸的 你知道吗 你哥是拿命护着你 后来怕你知道的内疚 我没有告诉你 可你呢 你现在竟然敢把我给你大哥赶走 你知道你大哥 这条腿如果没有学的话 现在上大学的人应该是他 我们至于混得这么惨 至于现在第三下的求你吗 张靖儿 你说什么呢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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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我害了大哥 小龙老婆 不哭啊 这只是个意外 你别太自责了 好吗 我怎么能不自责呀 不哭啊 不哭啊